你这不配的灵魂啊 难道你没有定睛在唯一值得爱的目标之上 难道你看不见众圣徒那令人神往的荣耀 难道你仍旧没有渴慕之心 难道你不是一个理性灵魂吗 理性难道没有告诉你 这地与天上的荣耀相比 只是土劳一做 你本不是个灵吗 难道你却不爱上帝 他是灵是万灵之父 你为何对自己必败坏的肉体百般真爱 而不更渴慕天上的荣耀 你到天上去的时候是否会有爱 那时主将你的身体从坟墓中复活 使你永远在荣耀中如日头般发光 到那时你是爱还是不爱 天国岂不就是爱的众灵相聚之处 永生岂不就是爱的状态 那不就是羔羊迎娶的大日子 天上的工作岂不就是爱 人的灵魂在那里 岂不是要与基督一起被爱充满 既然如此 我的灵魂啊 你在地上就要开始爱 你只要眼下爱思成病 到了天上才能因爱而得痊愈 你只有眼下就保守自己 藏在上帝的爱中 不让无论是死是生 还是任何事将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 才能被永远地保守在爱的满足之中 没有什么能减损你的快乐 或将那甜蜜悄悄变苦 因为主已预备好一座大爱之城 在那里 他要将爱源源不断地赐予他拣选的人 爱他的人也要住在其中 十一 醒来吧 我昏睡的心 在恩典之光下昏睡是不明智之举 在荣耀的光正临近时更是如此 醒来吧 我呆至凝固的灵 你的主吩咐你要喜乐 还要喜乐 你已在你肉体的牢狱中躺卧得太久 撒旦是你牢狱的看守 忧虑是你的镣铐 惧怕是你的行边 你以生计为良 以苦难为水 在那牢狱里 愁苦是你的住所 你的罪和仇敌是你的床榻 不幸的心是把你囚禁期间的玉门和铁栏 有圣约的天使正呼唤吩咐你 快快起来 跟着我来 起来吧 我的灵魂 你只要高高兴兴地顺服 你牢笼的门栓和栅栏就会通通打开 无论羔羊往哪里去 你都要跟从 你竟害怕跟从这样一位领路人 太阳怎会领你去一个黑暗的国度 他舍身而死 就是为救你脱离死亡 难道他还会领你走向那里吗 跟随他吧 他将把上帝的乐园指给你看 他会让你望见那新耶路撒冷 他会让你品尝那生命树的果子 从牢狱中出来吧 我消沉的心脱下你的东庄 让人们从你的喜乐赞美 知道春天已来到了 你如今看到你的安慰发率 不久以后 必看到那庄稼发白可以收割了 那时你会被换去收割聚拢 并得为产业 难道我的喜乐要延迟到那一天吗 在收获的喜乐之前 难道不该先有春天的喜乐 在那得产业之前 授权书难道就算不得什么 后四难道不比奴隶的结局更好 我主曾教导我要欢欢喜喜盼望他的荣耀 又教我如何透过牢笼望见他 我正为一受逼迫之时 他命令我应当欢喜快乐 因为我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 我知道主愿意让我的喜乐超过我的痛苦 他怎样喜悦谦卑痛悔的人 也怎样更喜悦以他为乐的人 我主岂不是在这旷野上为我摆设了宴席 席上装点着永恒荣耀的应许 又将天使的食物放在我眼前 他不是常邀请我坐下享用 不必吝惜吗 他不正为此才赐我理性 信心和喜乐的性情吗 他怎可能竟不愿让我欢喜快乐呢 要以耶和华为乐 岂不正是他的吩咐 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 岂不正是他的应许 难道他没有指示你要常常喜乐 而且还要大声欢呼 发声欢乐吗 那么我为什么还要沮丧 只要我愿意知取 我的上帝就愿意赐下 他因我的欢喜而欢喜 他的心意是让我在信心的默想中亲近他 活在对他的美善最甘甜的思想之中 并把这当作我寻常的生活模式和每日的药物 这蒙福工作对上帝的儿女来说是多么的合宜啊 但是主啊 我若没有胃口就不能受用你的圣宴 你已将天上美食摆在我面前 可惜我是瞎眼的 看不见他们 我是个病人 尝不出他的美味 我是如此的麻木 不能伸出手取而食之 因此我要谦卑地向你祈求恩典 你怎样用自己的话语将天国向我敞开 也求你怎样打开我的眼睛 让我看见他 打开我的心门 能让我以他为乐 否则 天国对我而言 就不成其为天国了 此生命的圣灵啊 求你将你的恩赐吹进我心里 求你牵着我的手 提我生离这地 让我能看见你为爱你的人所预备的荣耀 既如此 折磨灵魂的忧据 烦恼人心的愁苦 远远离开我吧 至少你们先忍耐片刻 站在一边 你们要留在下面 带我上去望一望我安息之地 这在我是一条陌生的路 而基督却不然 那里是他荣耀神性的永久住处 他将自己将得荣耀的身体 也带到了那里 赎买这安息曾是他的工作 他如今正预备着安息 也为这安息预备我 并要带我到那里去 那真理的永生上帝 以赐我他的应许 封印和启示 一切信他的 就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我的灵魂很快就要被迁移到那里去 我的身体无需多久也会随之而去 我的心若不在我里面 欢腾雀跃 我的口怎能说我不久就必与上帝同住 我不带着喜乐这样说 又怎可能是带着信心说的 我的信心呢 此刻我才明显察觉到你是多么微弱 不过 不信随使我的光毁暗 使我的生命呆滞 压制着我的喜乐 但他无法击败我 毁灭我 不信是在嫉妒我将得到的一切安慰 尽管他有拦阻 我就是在地上也必能得到一些安慰 若不是有他的拦阻 我得到的安慰会更丰盛得多 如是 天国的大光会照进我的心 我对那里的熟悉程度 会与对世界的相差无几 因此 我的心 你要离开这个世界 不要再去听那不信的愚昧之言 你能反驳他的所有强辩 即便你不能反驳他 也能将那些强辩踩在脚下 你要离开这个世界 不要再驻足定精于那坟墓 不要再翻动那些骸骨 也不要把尘土当你的课本了 那些字迹很快就全要被抹去 你倒要抬头仰望天国 观看那用金字 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 你的名字 若有天使前来对你说 在天上为你预备了住处 那住处必永远属于你 如此好消息 怎能不令你高兴 既这样 难道你竟轻看上帝应许的 凿凿之言 这些应许是圣灵 甚至是上帝的爱子 亲口传达给我们的 假设你看到一辆火轮马车 前来接你 像载以利亚那样载你到天上去 怎能不让你欢喜 而主清楚地告诉你说 拉萨勒的灵魂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了 酒徒在卑躬交错之间 韬客在佳肴美味之中也可以那样的酣畅 我不久就避在天国里 难道却不因此欢喜 在我饥渴的时候 饮食岂不令我快乐 我在取近花园漫步 在方便的住所中居住 岂不感到惬意 美丽的物品怎不悦目 方向的气息怎不悦闻 动听的旋律怎不悦耳 沾念天上的福分难道却不令我心欢畅 我想我可以沉浸在书本悦人的内容之中 而忘记尘世 又可怜那些有钱有势的人 不知此中的乐趣 而到了天上 我的知识将变得完全 那时我必定是快乐无比 是八女王若从地级而来 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 要看所罗门的荣耀 而我是从地升到天上 观看那永恒至尊者的无比荣耀 登上智慧的极顶 地上最宝学之士相形之下 也成为鱼芒白痴 我的心又应该是多么欢畅啊 假若上帝让我成为这地的支配者 假若我用一句话就能挪动大山 治好疾病或把鬼赶出去 我怎会不因有如此特权和殊荣而欢喜 我的名字已记录在天上 难道我不该更百倍的欢喜吗 我在地上享受父母之恩或友朋情义时 无不感到些许快意 特别是在我以全心对待朋友时 是对自己爱心多么疑人的发挥啊 那么活在上帝永无止境的大爱之中 更会是怎样 大卫在诗篇则是这样吟唱道 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看到一家人活在爱里 夫妻父母子女和家谱都因彼此相爱而尽心竭力 看到一个城镇的居民活在爱里 没有嫉妒 纷争 吵嚷 争颂 内斗或分裂 人人爱人如己 认为为别人做多少都不过分 在彼此相爱上互不示弱 那是一副多么可惜的景象啊 那么天国的大家庭和新耶路撒冷的和平居民 就更是有福的群体 那里没有分裂和歧见 没有嫌隙与生疏 没有虚伪的友谊 没有冷漠的表情 没有怒目相对或愤恨的想法 人人都将在基督里合一 而基督与父缘为一 人人都活在上帝的爱里 而上帝就是爱 人的灵魂与其说 是在天国里活着 悟宁说是在那里爱着 那时我的灵魂将与上帝无比亲近 我将由衷热烈而乐此不疲地爱他 败坏不幸的心啊 你既能想到如此幸福的日子 又怎能像这样郁郁寡欢的工作生活呢 只是我未来的享受 会比这更活泼 而有生气 的9枚 不是 有这样的 我事情 我有一天 就是我的